我 人类烟斥纤维素中蛋白质的发现者和课题组组长 我 雾霾问题学术带头人 我 人类各种传统文化法定继承者 我 油管武藏代表 我 大国核心棋盘 我 国际各级运动会金牌棒编撰委员会主委 我 核武器不稳定状况首席体验师 请大声说出我的名字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姐 一姐收到一位网友的私信 一姐 我很好奇 其他国家人都是怎么看待韩国或者韩国人的 于是一姐又在美版之后quare上进行搜索 找到一条来自韩国网友的提问 问题是 你对韩国的意向如何 当一姐看完各国网友的回答后 实在是绷不住了 现在都这么不给韩国面子了吗 按常理来说 夸得总比贬得多 可是回答竟然是一边倒 直接变成了大型吐槽先唱 网友善善王回答到 一 虚荣兴 二 一些韩国人说话声音大 语言难听 尤其是在公共场合 三 自尊心太强盲目自信 四 调窃其他文化 并声称自己是许多文化的起源国 五 试读声称自己是一个繁荣富裕的国家 但当面对美国时 他们甚至无法负担美国要求的47亿美元的保护费 六 精神上的束缚 严重的种族歧视 以及总是认为别人不如自己 这些都是造成教育失败的原因 他们总是不知疲倦地 把自己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想比较 但他却不知道韩国根本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 尽管美国一直受到媒体的批评 至少我见过的美国人 他们的生活非常舒适 他们都为自己的幸福而生活 并且更加尊重外国的东西 但是韩国人不是这样的 韩国人必须从比自己差的人那里得到安慰才能幸福 网友Alba King回答道 我对韩国的印象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 这里没有自然资源可言 但他们却是如此的繁荣 这个国家没有石油储备 没有森林 甚至没有大片农田 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族制多摩来维持生活 真是令人惊讶 人很多 却姓氏很少 金性 米性和条性 占总人口50%以上 土地面积很小 但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和餐馆 特色餐厅 古代宫殿 河边小道 购物区 海滩 寺庙 所有这些都在很短的距离内 乘坐10分钟的出租车或地铁都能够到达 在加拿大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 意味着两天的车程 网友Jimmy回答道 一 肮脏的体育精神 世界体育记者联合会评选韩国为最缺乏体育精神的国家 韩国世界杯 韩国欺骗了世界 二 窃取其他国家的文化 完全没有民族自信 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 一个被外国军队驻扎的国家 怎么能成为发达国家呢 网友习冬走回答道 与日本或中国相比 韩国没有那么多可看可做的东西 但韩国有其独特的魅力 而且他们也不是非常傲慢的人 韩国人似乎有一种自卑纯洁 他们会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 但我从未听他们说过 韩国家是最好的 尤其是女性 他们很自卑 他们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 他们对自己的英语也缺乏自信 尽管他们的英语水平比中国人或日本人要好 他们的生活方式千篇一律 高中生每天学习14个小时 毕业后每天工作14个小时 收入微博 你不能反对你的老板或公开反对他们 如果他们让你去喝酒 你就必须得去 在这种意义上 韩国有着非常严格的工作文化 网友Lime Marcus回答道 我首先对韩国人的感觉 看法和想法是什么 粗鲁和愚蠢 卑鄙和习心 他们只相信他们想相信的 他们很难相处 因为他们不接受他们不相信的东西 自私无处不在 但是他们说这是个人主义 他们试图把自己包装得很好 但是他们的内心是空虚的 当他们谈论母事时 当其他人逻辑性更好时 他们通常会以讽刺 嘲笑 侮辱 甚至是责备的语言 作为回应 这是他们说话时常有的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 与他们谈判很难解决问题的原因 这是大多数韩国人 融入到血液中的典型特征 这不仅适用于居住在韩国的韩国人 也适用于居住在其他国家的韩国人 好了 那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九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